早安兩旁高樓林立 照亮了首爾的夜空 這裡是漢江 它全長只有514公里 總共有31座橋樑 來連接江南和江北 迎面而來的橋樑 在燈光點綴下更顯耀眼 每個晚上都會上演 絢麗的燈光秀 搭著河輪緩緩使過 瀰漫著浪漫氛圍 加上LIFE BANG 現場演奏情歌 船上遊客全都聽得如痴如醉 但其實這條漢江分隔的 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首歌讓這塊富人區一炮而紅 江南區家庭平均月收入 是15萬台幣 房價更是高昂 對比1970年代才開始發展的江南區 江北相對老舊 處處是窄象抖坡 甚至被戲稱連條植路都沒有 一般的愛房住宅更是常見 以前在江南沒有什麼 但那裡是原本的地方 所以我們有更多歷史的地方 在江北的地方 2016年首爾房價中位數4.3億韓元 約1269萬台幣 比韓國家庭9年收入總和還要高 這恐怕才是貧富差距外 韓國市井小民的沉重壓力 東森財經新聞劉沛齊和寬元 在韓國首爾的採訪報導 大選挙 但是我們在韓國首爾的 時代公盤 在韓國首爾的年齡 高昂 現在是年齡 是年齡 所見 所見 最為大 它